丈夫回家之后发现家中被烧的一片狼戒 又看了看伤心自责的妻子说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而有些人在遇到事情之后 经常无意识地抱怨 连自己都无法察觉 但是如果丈夫来一句 你为什么不关掉吹风机再去找孩子呢 遇事不抱怨 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遇事不抱怨 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遇事不指责 不仅会让事情更好处理 而且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 真正优秀的人 都懂得遇事不责备于人 遇事不责备 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 那么这家人失去的 就不仅仅是房子了 更是家人之间的感情 抱怨之人心中会有怨气 怨气横生 周遭的气场肯定不好